在珠海鄉州市區有一個超巨投資價值的樓盤 同樣的價錢 可以在今日介紹的樓盤買三套單位 一套用來自住 兩套用來投資出租 路邊還有直通巴可以回到本不可按 而且還有機場快線可以去到金灣機場 這就是57平大面色的好處 會多了一個中島台 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欣 在珠海鄉州市區有一個超巨投資價值的樓盤 陸景喜悅匯 它只不過是港珠澳未來城的三分之一個總價 換句話說 同樣的價錢可以在今日介紹的樓盤買三套單位 一套用來自住 兩套用來投資出租 都還可以了 你說OK嗎 而且它還是一個軌道商業雙上概的一個項目 怎樣為之雙上概呢 我現在後面就是明珠的城軌站 在這個站點呢 你可以回到港珠口岸 珠海口岸 也可以上到廣州南 廣州南都是60分鐘的一個車程的時間 還有呢 在這個站點的路邊還有直通巴可以回到港北口岸 而且還有機場快線可以去到金灣機場的 這個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我們平時呢 下了輕軌 走過我現在這個年朗 入到這個門口 這裡就是碧樂城商業了 是的 在這個碧樂城商業呢 都是今年五月份才開的 剛開一個新的商場 你平時就吃完東西啦 喝東西啦 買完東西啦 再走多三分鐘就可以回到家了 那除了這個碧樂城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很火爆的山姆會員店 開車三分鐘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山姆會員店就不多說了 因為很火爆了 每個周末都是爆了 排隊的 好 那我們現在走過這個區域呢 就吃東西啦 有麻辣湯啦 或者是有飲食的地方 那一樓和其他樓層都是有山賣之類 可以給大家逛街的 那我們現在就走三分鐘 是的 就可以走到回去我們的樓盤了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到了 好快 我現在就走到來陸景喜會的公寓了 我現在身後的這間就是我們現在賣的9B洞 OK 那現在就進去搭電梯 然後上去看一下它的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進來就是它的大堂 這邊是有前桌的 也有前桌小姐姐在這裡 可以扮你入住或者是維護一下 OK 很高級 很大氣 整個大堂 那這裡就有七梯二十八屋 OK 那我就暗個升降機 上去了一點 好了 現在上到來七樓的十七號單位 那這個單位就是四十五坪的一個大單間 入門之後 右手邊就是它的衛生間 那衛生間的空間是足夠的 那這裡就是馬桶位置 就是升盤 鏡櫃 上下的收納櫃 還有這裡是有一個沐浴的區域 那這些龍頭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都是所見即所得 那出門之後呢 這裡就是它的廚房位置 上下的廚櫃 一個大大的升盤 西門寺的抽油煙機 還有這裡會留一個位置 是讓我們放這個洗衣機的 好 這邊還有一個圓關櫃 進來就是我們的休息區域 如果這邊除了可以放一個衣櫃 其實我們也可以放一張梳化 看看怎樣運用這個空間 那這邊你就可以做整排的一張桌子 一個米五床或者米八的大床都可以 絕對足夠 那這裡也可以放一個梳化桌 這邊就是一個北向的 看看內圓的景觀 好 那這個就是六十萬一套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一個 五十七平的 大一點的一個單位 走 好 這套就是五十七平方的 也是一個大單間 那入門左手邊就是圓關櫃的位置 右邊就可以好像示範單位一樣 做整排的 這邊可以做桌子 那最裡面就做一個大的衣� 這個空間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OK 那現在就跟著我 過來看看這個 很大的一個U型廚房 五十七平方可以做一個 這麼大的U型廚房 我真的完全想不到 那它還會有一個中倒台 那這個就是五十七平大面積的好處 會多了一個中倒台 OK 那上下的廚櫃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那這裏就是一個 同樣都是一個大的衛生間 那這就是馬桶位 那這裏就是它能浴區 這些龍頭都是有的 五十七平其實就是 衛生間都是比小職的會大一點 然後就廚房位都會大一點 那這裏它的一個沙發的位置 客廳位置 還有它這邊擺放床的空間 整個空間都是大了十多個方 那它就大了很多了 那這裏的五十七平方 就是總價就是七十萬的 這樣一個單位 不知道你心不心動呢 那這裏就是四十年產權的一個公寓 這邊看出去就沒有什麼view 那斜對面就可以看回對面的一個小區的一個景觀 如果買高層一點點會更漂亮 那今期就介紹到這裏 如果大家感興趣這個 軌道商業商上蓋的項目 記得找回蔡欣 出回這個看樓團 那今期就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